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最近關於金正恩的身體的健康狀況 有非常多的傳言 這個事情它會有什麼樣子的後續效應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政大外交系的 劉大海教授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劉大海教授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個消息是從這個星期一 就是Daily北韓 這個由脫北者辦的一個新聞網站 他們首先報導說金正恩動了一個心導管手術 那他的報導原來是說已經手術成功 他現在在禁養 但是後來的CNN就引述美國官員的說法說 其實現在金正恩是病危的 能不能講講看這個消息是怎麼樣出來的 這個消息的可靠性現在如何 我們對這個消息應該要抱一個審慎的態度 因為脫北者組的這個Daily career 顯然是對於北韓是不滿或者是叛逃的人 所以這個我們必須要了解這個部分 那當然他有一定的管道可以了解北韓內部的情報 那至於CNN的報導說他已經從一個手術後的良好變成了病危的話 這個應該是美國方面從他自己的角度上的考量 具有對美國的內政有重要的意義 他才會這樣說的 我的問題是說 比如說Daily 北韓他可能是有脫北者的消息 但是美國方面應該還是有他獨立的消息來證實這個事情 那美國老實說大家知道他有衛星有監聽的能力 但是他在北韓最麻煩的是他沒有人員情報 你覺得美方CNN報導這個消息可靠不可靠 又是從哪裡來的 我剛剛講到我覺得是美國有他自己的政治的目的 因為很簡單確實成如您所說的 這個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辦法滲透進去北韓 他不可能在那裡有什麼細胞 或者是存在什麼人在那裡 他沒有辦法有直接新聞 他最後就是間接的消息 間接消息他支持脫北者的這個 所組織的這個團體 他就得到了情報的一個間接的來源 那當然也可以透過科技衛星收集一些的情報 但是這都是沒辦法深入到這個北韓內部的 所以的話他基本上是一個間接的來源 那至於為什麼要做呢 大家也很清楚 現在正是新冠肺炎肆虐美國到這種情況之下 川普幾乎天天都要上電視 那對美國來講 他政府來講有很大的內部壓力 政治的壓力 所以的話很需要 有一些重大事情轉移大家一下注意力 來紓壓 這個可能性是反而比較大 那當然美國今天 像川普上次一推特 那這個金正恩立刻就回了 然後他們在百門店就能見面 也是代表說他們還是有一些 他的直接的管道 那所以說我們就是還有待繼續觀察 這個事情南韓的反應 基本上是等於是替北韓在辟謠 南韓說沒有發現有什麼異樣 然後他也不知道這個消息的來源是怎麼樣 南韓目前他的有沒有可以查證 獨立查證的一個管道呢 南韓情報單位又怎麼看這個事情 南韓方面主要是由這個國家情報院 來負責收集情報 但是很大一部分程度 其實他的人也沒辦法進入北韓 他也有不少也是透過這個脫北者 來獲得相同的情報 那至於韓國為什麼不願意把這個事情 支持這個論點嘛 一個是脫北者是反這個金正恩的政權 所以他不能夠順著他走 他還有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 文在寅政府是一個進步的勢力 他願意要跟北韓改善關係 所以的話呢 他當然不想捲入這樣子的這個情形 他就講說一切都是正常啊 不願意把這個渲染成為一個問題 那至於美國有美國的考量 韓國也韓國的考量 到目前為止啊 這個川普被問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就說他不知道 然後他希望金正恩一切都好 然後問到 也有路透社去問中聯部 大陸中聯部 中聯部說他沒有 不知道有這樣子的這個消息 然後他認為 金委員長並未病為 你怎麼看這個 現在大陸是怎麼樣的 對這事情的反應 大陸對於北韓的這個外交 一向非常謹慎的小心 也是一樣不想犯錯 那第一個 北韓官方到目前沒有做任何的說明 那中方就不必要在這個講一些話嘛 對 把這個事情搞得變成責任跑到他那去了 對 所以的話呢 但是他補的那句倒是很重要 他說並沒有病為就代表說 這個應該是有手術性 只是說這手術後呢 沒有達到病為的那個層次 那其實就是傳達的訊息 是是是是 我想對於就是像從冷戰過來的人 大家都會知道 以前對於這種集權國家的領導人的健康情況 通常都是最高國家機率 那人家通常有什麼樣的跡象可以發現這個事情 通常是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是 如果真的病故的話 全國會有戰備 然後這些其他的領導人 會有不尋常的一些動作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 也許在這個國家裡面 他的醫療技術沒有這麼好 也許他要從國外 尤其歐美這些地方 像之前金正恩的爸爸 金正日 曾經也動過心臟手術 那是從法國找醫生過來 所以從那邊可能也可以得到訊息 比如說這一次現在在北韓 是不是有請中國大陸的醫生有過去 那 但是現在北韓 也不大會願意讓外國 甚至包括中國大陸在內 知道他們領導人的健康情況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子 來了解這個情形 第一個 北韓這種家族的統治的政權 所以的話 它也又是共產國家 確實這個最高領導人的健康 當然是等於是國家安全的事情 所以他絕對不會輕易的 對外的宣布或怎麼樣 除非是已經是真的去世了 或者是真的政變了 或者真的什麼 他沒辦法改變的時候 他就得要面對現實了 但是到目前為止 這種情況來看的話呢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第一個是他是家天下 所以真的金正恩怎麼樣的話呢 金家的必有人可以要接他的班 譬如他的妹妹啊 或者他未來的兒子啊 他現在已經有兒子十歲了 所以這個可能性都是有的 所以的話一切比較穩 所以我們沒有看到軍隊的調動 還有其他的人也不可能挑戰白頭山的協同 那些軍方的或者是各方面的人士 他的權力的來源是來自金家 受金家的恩惠 不是那麼隨隨便便 就算他坐上那個位置的話 他不能夠長久一定會被推掉 因為他不是白頭山的協同 所以這個他們內部都非常清楚的 所以這個方面來講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都是還算是穩定 也就是說北韓方面應該是金正恩 確實一直都沒出來 代表他是有一些健康上面的這個問題嘛 但是並不代表說危急到那種狀況 更何況他的妹妹現在在負責一般的事物嘛 所以的話應該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個是還是正常的狀態 當然這裡面就是說 我們現在完全不知道這個情況 只能夠做很多的猜測 但是有一個很強的一個間接證據 就是15號是金日成的誕辰 是太陽節 按理來講 過去每一年金正恩都參加 這個致敬的這個活動 那這一次他沒有參加 這個是不是一個指標 可以看他的身體狀況 可能真的出了問題讓他沒有辦法出來 確實是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他據了解是12號動作這個手術嘛 所以他可能預期就是一個簡單的手術啊 或者他到時候15號他也還是可以出席啊 但是後來情況並不是他想像的那麼順利 那他現在必須要休養一段時間 所以的話我相信他是盡可能的 如果他還可以的話呢 他一定會要去參加15號的太陽節 所以他沒有去那邊的話就證明了他實際上是 他原來沒有預算到那種情況的出現 那他現在呢 他也可能就是在一個休養之中 如果說照這個時間上來看 11號他還有參加這個勞動黨的政治局的會議 然後15號他就沒有參加這個太陽節 中間據說他動手術是13號 如果是這樣子任何一個手術 也不可能三兩天就能夠恢復啊 這個是怎麼樣的時程上面 我還是搞不懂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你覺得 就是確實是不太可能立刻就能夠好了 那但是原來他 我不曉得他們的內部的情況是怎麼樣了 但是確實是有可能 他的這種健康的狀況 尤其是心血管手術 原來你可能是一件小事情 出來可能變成一個大事 那國內的劉貞的那個事情 大家都是都很清楚嘛 那原來他只是想去開一個小手術 結果後來竟然最後走了 所以這個心血管的這種病啊 永遠是非常高難度的 而更何況北韓的醫術 不可能高到說比這個其他的國家 都以開發國家好嘛 那剛才我們也提到了 其實這次據了解法國也有一個 這個醫療團在醫院的時候有進去過 朝鮮北韓裡面去過一次 那也就是說 北韓方面也是希望找一個比較中立的國家去 尤其是法國他們有傳統的關係 每一次北韓的藥人有病幾乎都到法國去治療 或者是法國派團來治療 所以也就是說 他們對他的醫術並不是那麼完全的相信 他還是相信一些西方的高科技嘛 那能夠信任的就是一個非美國非中國 因為你邀請了中國會得罪美國 邀請了美國會得罪中國 那最好就是法國 而且他們現在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所以這些來講的話呢 永遠是人不能夠勝天的 人在想什麼事情 最後是由天來決定的 我最後想問啊 就是說以現在 金正恩36歲 37歲 我們看到電視的影像 他其實是過重的 他抽菸也是一根接一根 聽說菸影非常的大 這個其實基本上是對心血管 是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如果這一次他能夠過了這個手術 其實後面仍然身體健康是堪率的 是不是 確實是如此 其實我在上一次 第一次他們那個川晶峰會的時候嘛 他報導的非常清楚 我也來這個節目參加嘛 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話 你會覺得他講話的時候啊 有在喘氣 從那邊走出來 到這邊這麼一百公尺不到 他竟然走出來會有喘氣 第一個是是不是太緊張了呢 有點緊張的時候有時候會有點這樣 但是他的那個喘氣的那個 他的講話那個速度啊 是一個平穩的那種喘氣 那就代表說他是一個 這個呼吸不是很正常的 如果是緊張的話 你曉得會快一點 或者是講快一點慢一點 或者發抖的聲音 他不是這個樣的聲音 他是氣好像有點喘不過氣來的 那個感覺 那時候我就覺得他 他第一個就覺得實在太胖了一點 然後再講 後來呢我們現在據了解他的體重 從他2012年接長 正式的接長到現在 他增加了30公斤 他原來只有100公斤 現在是130幾公斤 那是當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除非他有定期的去運動 雖然他有秀過他去騎白馬 在白頭山跑來跑去啊 但是這個必定是一個短暫的 所以他必須要做一些 平常的定期的這個慢慢的運動 走路啊爬山啊游泳啊 這樣子比較的話 他才能夠改善他的身體 所以我們希望他這次能夠過得了怪 而且是有家族遺傳的 他的祖父他的父親 也都有這樣心臟方面的毛病 對 而且他們 尤其是他跟他爸爸有共同的問題 就是他熬夜 對 他晚上都不睡覺 對 然後呢他 再加上他剛剛講的抽菸嘛 那當然他爸爸的情況比他更糟糕 他爸爸又玩女人啊 又喝酒啊 所以的話他的情況是好一點 至少他女人方面 他這一方面是比較少一點 但是他這樣熬夜就是傷身體 所以他你看這麼年輕 然後變成那麼胖 當然他還有他一個問題 他做事是非常認真的 所以他花了很多時間做各種想法 所以他為什麼要抽菸就這樣 他的思考 他的時候他就要抽菸 所以這個也是 這個他真正的問題是想太多 對國家這個投入比較多 所以他應該這個 這次問題應該是這種方面 我們下一段我們來談 因為現在的身體健康 其實是出了問題 那在北韓 繼承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北韓有沒有在因應 他如果萬一發生了什麼樣情況的話 接班的問題怎麼辦 那另外還有就是 美國跟中國大陸 他們現在對於這樣子的情況 有沒有一些應變計畫 我們待會兒來繼續談